恢復國旗高聲歡唱 等了一個多月 終於重回溫暖家鄉 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 暫時修戰協議 陸續釋放被俘人質 而在第三批的名單當中 為了向莫斯科 在戰爭所抱持的立場 表達感謝 哈馬斯釋放了一名 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人質 還包括了一名四歲美國女童 美國總統拜登隨後也證實 這名女孩目前平安回到以色列 他也敦促伊哈雙方延長停火 讓更多人質得以獲釋 在這次的停火協議下 哈馬斯成功釋放至少50名人質 而以色列也釋放78名 巴勒斯坦犯人作為交換 由於修戰協議即將到期 據傳哈馬斯願意延長停火2到4天 估計還能多放20到40名人質 蔡新文 黃澄葉報道 belief 你是想也很方便宜